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在清明节前后雨纷纷 我们澳大利亚也是下了很多时候的雨 实际上雨就是属阴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懂得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能够 这个心情永远不要在雨中要阳光 所以不要属阴 所以一个人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 好好地学佛修心 好 今天跟大家继续做一些白化佛法的 我们说一起开示 我们说人的心理想不通 实际上就是心病 那么心病以什么来医治呢 心病就是要用心来医治 所以我们经常说心理想不通 就不是念心经 念心经 实际上这个玄庄大师 他后来翻译的心经 实际上这个心经就是要 降伏自己心中的这种邪念 要依仗这种心经的功德神力 能够让自己心魔去除 实际上我们说心力和智力 和智慧很有关系 这观心菩萨 这个心力神力 这个大智的文书菩萨 法力无边 大行普贤菩萨呢 心中的愿力也是很多 那么再加上地藏王菩萨 我们说这个思维大菩萨 能够让我们学佛 照见五蕴解空 能够让我们在人间不起烦恼 要度一切苦恶 其实度一切苦恶 能够度化自己的受苦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要认识自己 很多人一辈子了 都不知道自己什么脾气 很不好的毛病 贪了 你要知道你能够认识自己 你才能度自己 你能够认识众生 你才能去度众生啊 你今天连众生 你都不认识 你怎么能够度众生 你今天自己 学佛学到什么程度 你都不知道 你怎么能够称佛 所以 过去佛经上讲 十方诸如来 同共亦法生 一心一智慧 利无畏亦然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十方所有的佛啊 都是一个心了 他们没有二心的了 所以 阿弥陀佛也好 释迦牟尼佛也好 这个 这个这个 所有的菩萨 心心相连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心啊 所以 你只要念心经 你就跟菩萨就一个心了 所以你的心 把妄想 执着都会 慢慢的舍去了 因为你跟菩萨的心 接在一起的话 那你 是不是 像菩萨一样 就一个心了吗 所以人 为什么跟人在一起 就会 心不同呢 人心割肚皮呢 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 因为 每一个人都有妄念 你有你的妄念 我有我的妄念 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 有一千个人的妄念 因为人心不同啊 表面上 大家都很客气 实际上的 大家都心怀 自己的私心 有的心怀鬼胎 所以要观 自己 观自在 随机说法 心经就是 度一切苦恶 要度化 要度化这个世界上 不管你是 外表的苦 和内心的苦 我们都要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能够让自己的心 能够定下来 啊 不管做什么事情 啊 要懂得 一心一意 和菩萨 一个心 啊 你就会 啊 度一切 苦恶 因为 菩萨 是 非常非常的 那个 啊 有慈悲心 能够救度我们的 所以有时候 我们 学习心经的时候 有时候 心呢 还不再 跟佛一起 啊 这样的话 你就不能 慈悲 不能领悟 心经的 真正含义 啊 所以我们 有时候 碰到事情了 才念心经 那么这个时候 你碰到事情的时候 可能鬼神啊 就 就就就盯上你了 这个时候 你在念经的时候 就不如你平时念经了 啊 所以靠平时 才能化解 啊 到时 用时 方知少 我们天天 要念 心经 坚持 每天 念心经 才能开你的智慧 才你 断你的恶根 所以要 懂得 啊 菠萝菠萝蜜的心经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 让人开悟的一个经文 啊 这是观世音菩萨 这个 最重要的几句话的 就是 这个照见 无影皆空了 让你想开了 啊 所以我们 要感恩啊 我们这个 玄奘大师啊 给我们翻译了心经 让我们能够 啊 能够明白 修行 啊 这个 心经 这个 这个 妙诀 啊 秘密的 妙诀 妙诀在于 用心来对付 自己的 不纯的心 啊 不好的心 啊 很多人说 我 内心 身处 受过很大的伤 别人怎么样也 安慕不了 我的伤口 啊 实际上 心经就能安慕 你这个伤口 啊 因为这个心经啊 它本身啊 它本身就是让你 想得开 让你能够开悟的 它能够 当你念经的时候 你就会 啊 如同跟菩萨 讲话一样 啊 你就会慢慢的懂得 啊 啊 心 实际上 它是无碍的 真正的阻碍我们的心 是我们自己的 六根六成 是我们自己 没有啊 去好好的把这个心 安慕好 没有把自己这个心 去好好的 和 这个菩萨 啊 这个菩萨 这个我们说菩萨的这个 合在一起 和菩萨的这个 啊 真正的修心的这种境界 合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心不平啊 心不平啊 经常碰到很多事情 不开悟 不开心 啊 这个心就是不平 其实台长告诉大家 啊 一个人的身心啊 啊 如果能够 啊 安静 静止 出于静止的状态 那么 经常安静 你的内心就会没有 忧愁悲苦的打扰 啊 所以呢 有时候人要静下来 大家想一想 你们有没有花 一天花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坐在那里静静的 想 不要想 想什么 脑子空的 实际上这种状态 就是我们说的静止的状态 实际上这种状态 啊 就是一种心平气和 用人间来讲 其实就是我们说 像打坐一样 但是只是我们没有单盘双盘 我们坐在那里 让自己的思维 清静 让我们的心里 能够平静 让我们觉得人间 一切 已静自动 啊 我们今天平静了 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们今天一乱 一紧张 一闹腾 就有事情发生了 所以真正学佛的人啊 他是有功夫的 你去看很多人 你在跳 他不跳 你在闹 他不闹 你在笑 他也没反应 就是对人间的一切 他已经 恢复到原始状态 就是没有觉得这个世界的一切 可以让你开心 让你不开心 实际上 实际上 这一切让你开心 让你不开心的 都是你的心 所以为什么 人 要 学会涅槃 为什么要修行 为什么要懂得五蕴 为什么要懂得三昧 为什么要懂得烦恼 你才能消除烦恼 你今天不知道什么叫烦恼 你就消除不了烦恼 所以很多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就像喝醉酒一样 稀里糊涂的过一生 他们很苦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学佛是为了什么 他们就知道 我学佛之后 我要求这个成功 求那个成功 他没有这种很高的 忍辱波罗蜜 因为当一个人 境界高了 他忍辱了 实际上 他就会慢慢的进入 布施 持戒 精进 禅定 波罗 因为你里面已经有忍辱了 所以忍辱是一个学佛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你去看这个人修得好不好 你看他有没有耐心忍耐 如果这个人很有耐心忍耐的话 这个人就是忍辱精进 学得非常好 所以六波罗蜜当中 实际上 忍耐非常重要 所以在大乘菩萨 你就必须进入无声乏人 你才能登上菩萨的基地 所以我们做人也好 做事情也好 忍辱就是个辱字 说人污辱叫辱 这个辱你要怎么样把它忍耐掉 就是因为你看破红尘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原来原去 所以你才不会产生真空的心 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其实忍辱并不是说我来忍耐你 实际上就是我心中根本没有忍耐这个感觉 因为有我了 你才会不忍耐 你才会觉得受到污辱 如果当你连自己都没有的时候 你哪来的忍耐 所以学佛先要学忍耐 就是一个境界 好 听众朋友们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白话佛法呢 就说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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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